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小董真心话经过这两天的休假 大家觉得疫情有没有变比较好 好像没有 所以很多人期待7月12以后要解封 那其实我们看这一波 这波最可怕的是德卡 德卡其实就是前面所讲的印度疫苗 那我们其实会发现全世界 因为它不希望你灌一个地名 因为这个地名将来会被丑化 所以不要用印度病毒 那英国的变种病毒叫Alpha 我们也不叫英国变种病毒 可是一般民众 因为它会觉得说跟自己比较相关 那跟台湾最相关的当然 就是Alpha跟Delta 那当然还有前面的最初出来的新冠病毒 就是从武汉开始 所以对台湾来讲 这三种病毒跟我们就比较相关了 所谓从南非或什么哪里来的 那些到现在在台湾倒还没有引起非常大的影响 那Alpha就是从英国过来 就是大家从华航的机师到諾富特 到万华到最近新北台北 这个上万历 它这个最主要就是英国的Alpha 这个简单讲 那Alpha已经很厉害了 现在更厉害了 叫Delta Delta当然 这是希腊的用语 那其实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所希望大家用的名称 各位朋友 它的厉害厉害在哪里 大家看到了 阿嬷带着孙子从秘乳回来 那天是6月6号 那依照规定要14天的隔离 那这阿嬷她的父亲在台中 他们从机场出来就被告知 你要隔离14天 她想我不要回去跟台中家人住 我们两个从秘乳回来 所以她带着这个孙子 就回屏东房山的老家 那个老家空无一人 就说我们就在这里住个 14天 之后更久 因为老家嘛 走连游说也都认识 所以她就回去住了 住了到14号的时候 6月6号回来 14号的时候就 就发作了 那就发现了 原来她有Delta 孙子也有 各位朋友 这个厉害在哪里 厉害在 这个病毒的感染力非常强 强的不得了 我们现在台湾打疫苗 怎么打 18岁以上的人才能打 对不对 因为18岁以下的小孩子 认为不会感染 青少年也不会感染 那前几天 持继功德会 他们说我们要买500剂的 BMT 那他们讲 因为只有BMT 只有辉瑞疫苗 BMT就是辉瑞嘛 只有BMT这个疫苗 可以打在 12到17岁的小孩子身上 我很感动啊 因为我们有人想到了 小孩子会感染 那前面的案例都不会啊 英国来的 Alpha 或者更早 之前从武汉来的新冠病毒 都没有 年轻人都没有啊 对不起 对不起 Delta 孙子只有8岁啊 各位看到厉害了吧 我觉得 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做开头讲 因为我们媒体 很少在讲这一部分 年轻的小孩子 这个阿嬷跟这个孙子 就住到仿山的老家 他住了以后 他还是要出来倒垃圾 那其实是不合规定的啦 他应该请 把垃圾丢在门口 请年轻帮他带 他不能出门啊 但是乡下 他就出来 倒垃圾跟年轻 有交谈 当然有戴口罩 年轻就被感染了 被感染也是一个阿嬷 阿嬷感染以后 又感染给他的孙子 孙子15岁 各位 18岁以下的哦 你看到厉害了 我们现在 这一部分没有人在理他 我们现在打疫苗 也没有18岁以下的 完全没有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 那每个都爱台湾 但是各位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些人就开始 一片感染了 感染以后给年机 年机以后就给司机 司机又去载客人 白排车司机载人以后 别人又被感染 又就这样 屏东坊山是这样来的 屏东宣社府 民进党执政的潘孟安 屏东宣社府 骂说都是台中 台中你没有坐一调啊 对不对 户籍站里面台中 你没有坐一调 台中说 他从机场一出来 就直接回他的老家 没错 他户籍在我这里 我不晓得他回来啊 他完全没有进入台中市啊 对不对 他直接回屏东啊 那他肉脚在哪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要负责一调 这是本来就是 规定就是这样 他人没有在我台中 我怎么替他做一调 你看到民进党执政的屏东 想甩钩嘛 甩钩给台中嘛 就好像前面很多人说 都是双北 所以全台湾陪着双北在坐牢嘛 民党或立营的人 他就是这种 对不对 不管是王浩宇 对不对 那你今天看到了这些人都这样讲的话 你会知道 原来他们的逻辑是这样 过去 过去有什么事情 就赖给中国大陆 那现在呢 赖给来宁执政的县市 什么德塔 德塔怎么厉害啊 那你来的话 我买你的 我买你的芒果 我买你被感染怎么办 所以就退订单了 盼盼盼盼很着急啊 说大家不要丑话 各位朋友就看到这两天这一些议论就出来了 民进党就是你要碰到他自己 他们才会痛啊 踩别人的时候不会痛 民进党一贯就这样 你如果现在打开报纸 或看那些台啊 比如说4950 或者5354 这些绿色的台 绿的不得了的台 他现在讲新冠病毒 他绝对不讲新冠病毒 或者讲 COVID-19 他绝对讲武汉病毒 现在还是在讲武汉病毒 包括中央社 包括民进党 包括那些 你要 简单判别什么叫利盈媒体 只要上面还用武汉病毒的 都是利盈媒体 那我讲一下 那三例那时候还用万华病毒啊 记不记得 那现在呢 现在碰到自己说 不要丑化我们 我们仿山没有那个 共奖我们仿山 那你们够 民进党是一个 不要脸的畜生下见烂党啊 各位我讲就是这样 今天台湾人何其不幸 我跟民进党 那台湾人何其幸运 又选了民进党执政 组成的党 他一幸运 又选了民进党执政 组成的党 他们有什么本事啊 你看他们靠的就是网路跟媒体 他铺天盖地啊 对不对 过去甩钩大陆 那现在甩钩台中 甩钩双北 因为这些都不是我们执政了 各位 病毒怎么来 病毒怎么来 病毒从机场进来啊 机场是谁在管 中央政府啊 对不对 机场进来要不要补筛 侯友宜前天 如果我去年三月就建议 机场进来就补筛啊 中央不理我 后来我到八月 我忍不住了在行政宴会 而且他还被 被消遣啊 被中央疫情中心说 啊那个 有违阴性 违阳性 根本没有用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了吧 七年八月他在行政宴会 当着苏贞昌 跟所有阁言 在那边公开讲 机场进来就在补筛 不然会出大乱子 结果被苏贞昌讲不用 浪费太多人力 造成医护的负担 好 那今年呢 我们看到了 从华航的机师 到诺沪特 这一波阿华 它的变种病毒 大家可以看到厉害了吧 双肥 双肥那是上万人了 我们过去数据很少 今年的五月中以后 开始数据就一路奔 奔到现在 没有停止啊 对不对 每天 本来几百个 现在几十个 那死亡率还是很高啊 各位朋友 自有疫情以来 我们从五月中 母亲节以后到现在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 这一批啊 这一批大家想说 好像慢慢下来了 喘口气了 可是 阿华 变德塔 各位 大家可以看到了吧 它一直在变啊 那变到这一波 它的厉害在哪里 就像我讲了 它小孩子被感染啊 小孩子在我们现在的疫苗政策里面 是不准打的 打小孩子就违法 什么叫小孩子 18岁以下打 18岁以下 你要打的话 你就违法 有两个实习户是16岁 结果 那个医院帮他打了 医院被处分 在高雄 你怎么可以帮16岁的人打 现在 我刚讲 那两个感染 德塔的 这15岁跟8岁啊 各位 我们现在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政策啊 我们一直用政治在防疫 各位看得最清楚了 我 小董讲新闻是用对照的 对不对 我用对照的 因为很多东西 你讲法令讲什么 很多人就说 因为怎么样一堆理由 我用对照了 你们完全没有理由 民进党为什么要怕我 因为我随处 你找我上台湖 我脑袋 看过了新闻太多 我当然就可以举出几个 同样的例子 为什么你那时候 怎么样怎么样 每个人都哑口无言 我的厉害就是 因为我对新闻太熟悉了 各位朋友 屏东荒山 有个地方叫丰港 丰港就是蔡英文 的故乡啊 蔡英文的爸爸蔡杰森就从丰港到台北来 然后他跟国民党很熟 那时候刚好美金驻台 所以他做了很多美金的生意 就发大财 发大财所以蔡英文就是千金小姐 从小就是千金小姐 因为那时候爸爸有钱啊 中山北路 那这个过程很多人都清楚啊 但是啊 丰港这一次 就是我们讲访山 那沦陷了那两个村落 这两个村子又是总统的故乡啊 中央疫情中心 两个村子前面普筛 那时候台北市政府说 万华大家来全面普筛好不好 季节 从机场出来的全面普筛好不好 季节 现在到总统的故乡 要求全面普筛 而且全面时候的人 通通打疫苗 那那时候为什么不给万华 所有人打疫苗啊 万华人口也不到20万啊 对不对 我们现在疫苗大概四五百万剂啊 为什么不给万华打疫苗 前面打疫苗 前面普筛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柯文哲在执政 各位懂了吧 所以我要让你 整个万华鸡灰狗跳啊 百业萧条啊 然后你就会骂柯P啊 哎呀 这柯文哲真烂 这个挡不住 那个挡不住 我要挡啊 我要补筛啊 我希望这里的人先打疫苗 没有 没有这回事 怎么可以先给你们打 可是今天碰到总统的故乡 就可以了 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是不是用对照的事 蔡英文家的人是命比较贵吗 我讲人的生命大家都一样啊 不管你是什么 但是我就用对照的 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碰到了 屏东的就要求 前面普筛 前面打疫苗 小董我可是没有疫苗打啊 我也是被归到第十类啊 不想要搞到什么时候 我也不清楚 但是无所谓啊 但是很多周遭的朋友 他们是很着急啊 大家都想打 我讲啊 想打疫苗是人性 想打疫苗是人性 因为要保病啊 但是大家按照一个顺序来 我也同意 但是请问一下中央疫情中心 你的章法在哪里 你的章法就是政治 你完全是政治 因为你靠着 你们养的那些 立营的媒体 那些狗啊 在那边操作啊 对不对 你们从来就是操作媒体 然后司法呢 台湾的司法 百分之八九十都挺立啊 他完全就挺你啊 台湾司法就这样 台湾的媒体也是这样 所以这几年来 我为什么重力批判修理 我都在放在媒体 还有司法 各位 因为很 我非常清楚 问题的来源在这里啊 但是啊 你今天看到了 我们的疫情 肆虐到这样 你就晓得 下来还有一波 德塔到底会怎么样啊 屏东要甩钩给台中 台中说 这个阿嬷跟孙子 可没有进入台中啊 他们就直接回屏东啊 好 那谁要通知你 中央疫情中就要通知屏东啊 对不对 这两个人在你们那边 居家检疫啊 因为他进来 你要到哪里 居家检疫 你要自己填写啊 你要填写我人到哪里啊 他想我屏东就老家空房子 我就回去住啊 所以该做相关的疫调 或者积检的 当然是屏东县政府啊 各位朋友 这个厉害啊 中国大陆前几天有个例子啊 有个人从厕所出来 跟另外一个人交叉而够 14秒 厕所14秒 感染了 交叉而够而已哦 他没有上厕所啊 因为我那天看了新闻吓一跳 我说啊 有人上个厕所只要14秒 太厉害了吧 后来发现 他不是 他是插身而够 从厕所出来 周天有个更厉害的 周天 在广州一个麦当劳 有个李小姐跟他老公 经济师傅 结果两个学生跟他凑身而够 一秒钟 一秒钟 这个李小姐是德塔的确诊者 他被发现了 然后赶快对他周遭的人 发现有两个高中生 高中生哦 确诊 跟他只有一秒钟 各位朋友 德塔非常厉害 非常毒啊 散播力非常强 跟我们前面 大家觉得说 我们前面也还好 没怎么样 不要自满于前面啊 各位朋友 我讲这个真的是 因为台湾完全没办法防毒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一个无人的中央 疫情中心啊 他们每天除了作威作福 潜力抓在手上 钞票拿在手上 那他们是一群无人的人啊 他每天讲 我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他们的手法就是 气炎他用防毒 防毒气炎获得了不错的结果 所以他们就自满了 他不想防毒只是一种开端啊 最主要就是要打疫苗 疫苗我们没有 我们现在都是别人送的 对不对 政府的疫苗没有多少啊 都是别人送啊 你知道 这一波的 德尔塔 来了以后 现在全世界这两天又开始收购疫苗 他们订到什么时候呢 我刚刚看了媒体啊 国外的媒体 加拿大官方宣布 他们已经买到2024年了 各位现在只有2021年了 他们已经买到2024年了 目前加拿大已经买了10亿美金啊 等于说278亿的台币 而且买的最主要是AZ跟那个 跟那个BMT啊 那他现在跟BMT订 订到2024年 各位 这个就是 现在大家都吓到了 没有超前部署的 也开始大力的消前部署了 对不对 日本当然也是 日本又加过了 那大家看到了 我们政府呢 我们现在买不到啊 你要远于他 所以你到处跟人家要 你是乞丐 就要被骂 那你政府做了什么 全力抓在手上 钞票也都在你手上 你做了什么 各位大家看得很清楚啊 所以我们今天 不是说不能 不能来讨论 我们的疫苗政策啊 监察院说 哇 陈时中你知道 你有四大缺失 比如这些缺失 我在节目上很早都讲过啊 你有四大缺失 我们要找你来谈 苏贞昌就很生气耶 哇 好像人家在破坏中粮耶 苏贞昌很生气啊 所以你们监察院 怎么可以A谈陈时中 不厚道 不厚道啊 现在监察院 有哪一个人不是蔡英文提名的 现在监察院前面改了啊 全部是蔡英文提名 而且全部是非常 非常的亲蔡英文的 现在监察院全部是这样 监察院说我们 因为民意人家都来检举啊 而且的确有问题啊 这不能约谈中央疫情 指挥中心的陈时中啊 不能约谈叫做不厚道 那我们要什么时候来检讨 人家疫苗都买到2024年了 我们这一波如果到2024年 这一波到2024年 从去年 然后到现在 2020年到2024年 五年之内 通通不能A谈他 对不对 你只要A谈就是 哎 疫情期间啊 这个疫情很长啊 各位你可以看到 民进党要全力在手上 要钞票在手上 就是对于人家的监督 对于人家的负责 通通不要 不认 你监督你们就心怀鬼 鬼胎 就是像小董这样 我们天天骂他 现在呢 一个政府机关叫监察院 都是立营的 不行 你们不厚道 那立法院跟不用讲 立法院 国民党的 后的 台湾民众党的 这些所谓在野党讲他 他们就依赴爱理不理 要不然就呛你 要不要你要看的资料 通常不准给 你们要成立小组 好 给你成立 成立以后 什么时候开始应做 没有 各位 我们有个疫苗调查小组 成立已经上个月了 现在有开过什么会吗 没有 因为里面的成员民进党勾办啊 我不开你拿我怎么样 你要成立我就给你成立啊 但我不开会啊 各位有没有看到 那时候为了疫苗小组 两边攻防多少 然后最后国民党说 哇 你看 我们大胜了 民进党同意成立了 成立以后就没有事了 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上次碰到慧宏泰 我说你们开会 没有啊 没开啊 要开他不开啊 慧宏泰 当然是我老朋友 他是国民党党团的 总召集人 他都没办法 为什么啊 人数少啊 各位朋友 现在台湾人正在吃苦头 因为他们选了一个垃圾的政党 疫情下山烂的人 他们现在选这些人来执政啊 那他现在碰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 诶 我妈打疫苗没有疫苗啊 各位朋友 大家等着吧 下来就是小孩子开始感染 他们绝对确定会被感染 为什么 因为他不能打疫苗 我们疫苗政策没有他啊 他是18岁以下嘛 但现在确诊了就开始了啊 那怎么办 小孩子抵抗力比大人强吗 不会啊 那这病毒会变化怎么办 各位 我们现在没有对策 只有一堆人在这样讲 其实最主要就是你要打疫苗 要前面的打 打两剂打三剂都应该打 这是全世界公认的 但是我们的政府在做什么 没有 他们继续甩钩 就像屏东甩钩台中 就像民进党过去 全部甩钩中国大陆 疫苗买不到 是中国大陆让我们买不到的 我说你连美国的金额都买到了 你会买不到疫苗 我们疫苗莫德啊 交生都是美国的啊 不要再骗了 他每天等你下班 等你回家 等你等他出去玩 今天到目前的儿子没有 爱你 狗狗会一直等你 但你对他的爱 不能等 文字让狗狗随时念名 西姿虫的致命威胁 全能给 全能去从 不只去除跳蚤 必失 同时预防西姿虫 每夜一次 最重要的是 大家好 我是曾经医师 疫苗保护率是指接种疫苗的人 与没有接种的人 相比减少了多少生病 重症或死亡的风险 所有的疫苗在开放接种前 都必须经过疫苗的疫苗 抗药性比较高 但是他传染力会比较太高 你说什么 他现在最主要是传染力很强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人 国内没有比较那个好 所以就不会重视 现在要开始重视德塔 现在就变成了 现在开始加强管制 现在连接机都不能接 你不能到机场去接家人 所以他们是一路进加全部去 14天到检疫所 对 叫你家人不要来接 这样是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 其实现在你看 中国大陆 他已经规定21天 或者28天 你去先14天 然后你要去 在机场出来 你先把你送去14天 那你要再到下一个城市继续 继续 继续14天 或者7天 就这样 欢迎到小董真心话 有时候讲真心话 其实是很气 也很伤 为什么 各位朋友 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的疫情这么严重 我们政府在干什么 我们政府继续搭内线 对不对 现在搞政治 大家搞得非常开心 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一个房子倒塌了 蔡英文马上上去 哎呀 吊咽 大家可以看到了吧 然后东欧有个国家 它有地震 蔡英文马上要外交部 赶快去 关心 是 拜登总统 家里有一条狗死的 蔡英文赶快在上面 哦 哎呀 好哀悼 总统家的这只狗 这只狗叫做冠金 哎呀 死了 真是同情啊 拜登一定很奇怪啊 我儿子死了 蔡英文都没有来 对不对 拜登有两个儿子 老大死了 我儿子死了 你都没来 我家狗死了 你反而来 老拜啊 不要怀疑啊 因为你现在是总统 你当总统以后 欺言忽视的人就来了 我的意思就是 蔡英文就是欺言忽视的人 对不对 你当总统他就来啊 你儿子死了 他才不理你 你现在 你家的狗死了 他理你啊 各位 你今天看到情况 是不是这样 佛罗里达州情况一样啊 所以拜登 狗死了 人家 后面有人看到蔡英文的留言 就说 拜登 屍弃一条宠物 可是他还有你啊 哈哈 你看蔡英文被囚了吧 这一次 佛罗里达州 蔡英文又 又发文 哇 美国怎么样 那我们知道现在又失手慢慢发现 很多人还陷在里面 我不要讲凶多吉少 我讲99%以上大概都会死了 三四天了嘛 埋在瓦力堆里面三四天了 你想 他的存活力低到不能低 我生平康哥最厉害的就是 在瓦力堆里面 六天 还可以存活 我亲眼看到我在现场啊 这一对兄弟叫孙起风跟孙起光 没有人在现场 记者只有我跟我的摄影记者 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现场 照片是我们拍的 全球独家 这有时候呛死啊 对不对 当然我们守很久 然后中间也 也会休息 你也会去吃饭 如果那时候挖起来 你就没看到了 但是我一看 那边有人松动 我就跟摄影讲 对那边 赶快 欧俊德在那里 赶快 我们拍到全球独家 台北东兴大楼 921地震 各位朋友就是这样啊 我讲 这个已经是全世界大新闻 怎么可能 是 但是美国这个 机会渺茫啊 因为这种 这种场合 类似场合 我们建构啊 蔡英文在上面发文 当然我不能说你发文不对 我们调研其他 不管有没有邦交国家 或怎么样 是应该的 可是因为你在台湾 你的防御措施是这么差 这么烂 结果大家开始骂了 下面有人留言啊 蔡英文去留言以后 下面有人留言 说你哦 你蔡英文哦 你现在关心全世界 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不关心 台湾人民的时候 各位 一个老美这样签啊 我看到 我以为是 可能是哪一些家伙 或者 大家所谓的 中国大陆的五毛党 或什么 不是了 一个老外 因为他有他的照片啊 我想 蛤 现在 连国外都知道 台湾有一个 欺言富士的蔡总统 对不对 大家也知道你的目的啊 现在台湾疫情这么紧张 各位朋友 我们的总统在哪里 我们的 执政团队在哪里 中央疫情中心在哪里 没有 没有疫苗 没有疫苗 每天讲话大声 然后每天照神啊 现在陈时中照完了 再照一个罗毅金啊 哇 罗毅金 臭话叫狗云女系啊 长得帅 哇 邪霸 哇 了不起啊 那罗毅金请你告诉我啊 我再问你啊 你去年时候你写了一篇文章 给世界卫生组织 号称 护国神文 说你 你已经发现了 新冠病毒可以人传人 世界卫生组织 既然不文不文 害美国死那么多人 你今天再告诉我 你那篇文章 确实有写 人会传人吗 出来讲啊 你英文比我厉害 但是 我比你讲正义 我比你讲事实啊 你在唬烂 罗毅金你出来啊 你要收谎吗 你里面有讲人传人吗 你跟陈时中 跟蔡英文跟民运党 那些人都在唬烂 没有就是没有啊 这个叫国民理系啊 没有的东西应该讲成有 在台湾搞选举可以这样 在国际上 用这一招也想说 只要有川普当我靠山 我就可以赢啊 没有东西就是没有 不是人多厚人少 因为我在台湾我有817 817在我来看 就是一个屁啊 对不对 817又怎么了不起 2300万人小董都不怕 那我拳头比你们硬啊 一个打10个 打2300万人我也不在乎 我只讲对和错啊 各位朋友 你今天看到民运党就是 选举可以用很多群众 用很多认知作战 铺天盖地媒体司法 网络 然后我都来 他可以打败你 他可以把韩国瑜罢贬 没问题 大家打不倒我啊 因为我 我什么都不要啊 各位朋友 我就在跟你变 跟你比拳头怎么样 我就这种人啊 我又不吃你了 各位朋友 大家看得很清楚 你们要选举可能要群众 我不要群众 我才不撩你耶 各位朋友 你们这些人讲话像黄斌一样 今天台湾人民的生命在哪里 今天这小孩子 我自己没有小孩啊 但我看到这小孩子 连疫苗都不能打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政府啊 为什么慈祭上人 他过去被攻击很厉害 只有我替他讲话 我说那些攻击都假了 他一个这么大的宗教团体 他没有用企业经营喔 马上就散乱了 你知道吗 有很多东西你说 你们宗教好像搞成企业的样子 他没有这样他就散乱了 活光山一样 因为你要用企业经营才有办法一个管理啊 过去的中国人为什么没办 那么多朝代很强大 为什么没办 因为他们不懂管理 不懂管理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各位朋友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过去中国 明朝清朝很多国家 很多朝代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办法管理 他的管理不落实 因为他们不懂 一个字叫做 大概是一个怎么样 你完全没办法 这是我们读历史这么久的一个秘密啊 各位很多东西你要用这个 你才有办法 台北市的时候 台北市那时候要做污水下水道 你知道我们淡水河 我们的基隆河为什么没办法 没办法清 每天花很多钱去清 为什么没办法清 因为你家的厕所 你家的厨房的水通通流进去了 我再怎么清都没用 所以要把厨房跟厨房家里的汇水 分流 各位现在知道分流了吧 从天上下来的雨 只能流到雨水下水道 家里出来的水 只能流到污水下水道 两条道是不一样的 这个叫做分流 分流 家里出来的那些脏的水 尿料的水 大大的水 你要怎么办 你的洗沟碗盘的那些水怎么办 要让它到污水处理厂 处理 将近干净了以后把它排到海水 让海水去稀释 就这样了 你要去算数字 我每天跟阿扁 我们每天第一个看就是看数字 阿扁 那时候当台北市长 我们都要看数字 今天增加多少 那个地区为什么没有接管 对不对 我们每天都要看这个 所以那时候 我没事我就到污水处理厂去 台北市有个单位叫卫生下水道工程处 我没事我就去那边看 看了以后 我发现的确很大问题 我那时候认识了李四川 李四川就在卫公处 那个叫卫公处 各位朋友 我们 对很多事情关心 大家出发点如果是一样的 为了这个社会更好 其实很多人是可以 志同道合的 我讲这个故事 当然是我自己人生的一个经历 但是我告诉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政府 他在做什么 他没有 手上抓一堆钞票 然后总统呢 每天到处像花蝴蝶一样 哎呀 这里有地震 赶快去关心一下 哎呀拜登家死了狗 我再过去弄一下 哎呀 佛罗里拿走房子塌了 我再过去一下 你在每天在搞这个嘛 你有在关心狗事吗 没有啊 你除了关心 狗产疫苗的股价 你要关心什么 各位朋友大家看很清楚啊 我们今天 选错一个总统 大家倒霉 选错一个执政党 大家 跟着他一起 陷入了苦海 没有疫苗啊 没有疫苗 常有人问我 哎疫苗呢 我说疫苗那只好照他的瞬息啊 各位 家里有小孩怎么办啊 这是很多人最近碰到的问题 所以我刚一开始我就点出了 8岁的小孩子感染 15岁的小孩子感染 他们不在我们 打疫苗这一波里面 那你怎么办呢 各位孩子是我们未来的啊 我为什么要常在我们节目上讲 蓝迪基金会 他就是以前小孩子 父母双亡的 后的家里有什么病故的 将近 将近毁了他的人生的时候 有人伸出了手 然后所以我才讲 后的家里有什么病故的 将近 将近毁了他的人生的时候 有人伸出了手 然后所以我才讲 我们有个助养人的计划 这个计划 就是帮这些小朋友 一哥一只要500块 蓝色的蓝 迪花街的迪 迪斯可的迪 那 为什么讲这个 因为他就是下一代啊 你下一代 你一个 不管社会 或者国家的传承 你就是要下一代啊 下一代的人健健康康 心智正常 我们现在很多 教出来的不正常啊 我们教出来小畜生一大堆啊 各位朋友我讲真的 我每天在骂 我讲人生的示威 你因为民进党 因为这些媒体 跟网络 还有司法的扭欺 然后出来就好像他是对的 那是不对的啊 每个人都知道 你在香港地铁 里面放火是不对的啊 可是你们那些人在鼓励啊 对不对 苹果日报很多人被抓错 哎呀啊 怎么文字译 你们那些人是鼓励 气人家气 烧烧毁 各位朋友 大家的示威在哪里啊 你没看到示威吗 我们今天出来抗议 看到桌窗 我们把它砸破 里面的手机抢走 金饰抢走 精品拿走 哎呀好啊 报纸说好啊 干得好啊 然后美国 英国那些畜生国家就说 对应该这样干 这个才可以给中国共产党难看 你的人性在哪里 你的人性在哪里 各位这是一个示威啊 我为什么挺香港警察 挺到现在 我讲的是示威 你们不讲示威啊 我一样跟你不一样 你就在我身上 撲漆油点火 可以这样吗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所以我刚拜托大家 跟蓝迪基金会 你当他的助养人 每个月五百块啊 如果各位有兴趣啊 我这不是广告 我老实讲 真的不是广告 03 490 1500 03 490 1500 那这个当然 社会上很多弱势啊 我们想到其实就是小孩子 小孩子很重要 那在这一波德塔的病毒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他如果室内起来的话 不得了 各位朋友 你到时候看到 如果是一个这样的场景 你怎么办 那我们其实看到 在我们 人生的过程里面 你会碰到各种情况 但是没有像民进党 这么无理 这么傲慢 而且这么会甩钩 这么不要脸的一个政党 所以有时候 看了就会非常气啊 对不对 今天我们的疫情这么高涨 六都最后社区 筛检站的是高雄啊 就是高雄市政府 陈其脉 天天被吹捧 我有个看了真是 真是傻 真不晓得媒体在干什么 我讲说 奇怪 台湾像我这样的媒体 为什么这么少啊 如果像我这样的媒体多一点 我们今天起很多东西 就可以很清楚啊 英零的六亲 有一个人确准 这是两三个礼拜前的事啊 那他跟他的同事回高雄 他被通知确诊了 这确诊你 大家住在一块的话 陈其脉的做法是什么 你们这些人 通通用游览车载回营林 这个数字就不算在我这里啊 各位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执政团队 把这些人大家通通坐游览车 是不是更容易感染 同车啊 不群聚吗 一百多个人全部送回去 数字不在我这里 各位你今天看到 我们今天碰到民进党政府 就是一个这样的政府 他们很懂得算计 所以潘孟安 陈其脉每天在算 哎呀我这边嘉零 你嘉零我还梁朝伟的嘉零 各位你这样看这些人看了就讨厌 对不对 能够甩给中国大陆 或者甩给其他县市 只要蓝营的不是在我这里 他们对郑文燦一句话都不敢讲 郑文燦洛富特 让国外回来的跟一般老百姓注意快 你没有做分城分流嘛 你让他混机嘛 各位这是最大的问题啊 我们现在台湾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人 嘴巴都讲很漂亮 那他们呢 他们有非常多的媒体 网络施法 然后每天替他们吹捧 吹捧到最后 那你现在不晓得怎么办呢 我讲这个啊 其实你讲的真是非常生气 为什么台湾社会 这些人看不清 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小董 对不对 大家看嘛 所以今天看到 我们这些每天在 期待说我们 今天零确诊的这些啊 看的真是非常生气 你到高雄有个卫武营啊 卫武营当然过去我们 当兵时候 他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军事的那个 信念中心啊 现在变成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技场 这两天有个新闻很红啊 有人在那里演戏 演戏叫做倩世三姐妹 倩世三姐妹里面 标了一堆狗嘛 有一个女孩子 我看那女孩子长相也不差啊 因为我看了那影片 因为现在看很多影片 为什么现在看很多影片 因为疫情期间 你这里也不能去 那里也不能去 就变成 只好在网路上看很多东西啊 当然看的最惊奇的就是 前台北市议员佟仲彦的那个 AV片啊 看了但是吓傻了 这个人怎么变这样 但是他要这样你也没办法 我看了倩世三姐妹 你也更是掐一惊 为什么要吃一惊呢 因为 一个女孩子在那边标什么 因为我不能转速 我如果转速的话 我可能就要被关台了 但我不能转速啊 我可以隐约的讲啊 第一个字当然是国骂 然后第二个字 第三个字 第四个字 林周骂 林周骂有点粗俗 但还不是脏话 可是第一个字是 国骂的那个字啊 然后第五个字的 老 六七个字 我就不能转速了 那是个器官啊 我不能转速 大家也很清楚 我们在 我们在国家级的那个 有一个 年轻 长相不差的女子在那边标骂这个 然后讲得好像头头是罩 哇 下面掌声如雷 你知道高雄啊 高雄是我过去 进入台湾第一个城市 我很喜欢高雄 因为我们坐船进来 从金门坐船进来 到13号码头 然后我下来 我看到非常感动的意愿啊 大清早啊 因为我们 从甲板走下来 早上六七点 然后我就 啊 拿了一个黄埔大背包 以前行李没有 像现在可以拖的或拉的 或没有 就背在背上 啊 那年轻力壮嘛 然后下来看到很多很多的人 骑着脚踏车 女孩子 朝气蓬勃 那 骑着脚踏车前面 都放了一本杂志 这本杂志 叫做姐妹啊 然后每个人都 朝气蓬勃 要去上班啊 到很多工厂去当作业员啊 啊 你看了会非常感动 因为他是一群成千上万 不是一个女工的故事哦 一群 一万个 十万个 他们很勤奋 你看到让我朝气 我看了都非常感动啊 那我就慢慢走 走到火车站 就到台北来 高雄是我一个印象很好的城市啊 可是我看到了 现在的高雄 啊 什么 林州嘛 老什么 我也讲不出来啊 各位朋友 你看到了 这些东西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主流 当作就是一个 民间草根 台湾的文化 呸 有这种事吗 各位朋友 我们可以把一些脏话 把一些粗话 把一些野虎开头那种话 我们把它拿到国家殿堂 还沾沾自喜 说这就是我们庶民的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就 让大家看到了 他们还拿到政府补助啊 为什么 为什么大港你赢 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些粗俗的表演 我真的讲粗俗字怎么样 拿着一个东西 夹在两腿之间 做了一对动作 各位你今天看到 哦 那个还是台北市议员邱威杰的 各位朋友 然后 那些人 告诉你 用谐音 大港你啊 其实他要谐音是要干嘛 把大拿掉就知道 那三个字就是一个三字经啊 我们只能用三字经 用粗俗的一些语言去讨好年轻人啊 年轻人就是这样啊 各位朋友 年轻人很多人没有疫苗打 年轻人很多被民进党 被那些绿色的 自称本土的那些垃圾 每天在那边洗脑 洗澄认为说这个是最高尚 你如果到国际看一看 到两岸看一看 你知道今天别人强调的竞争力 不是在这里啊 不是每天在绞三字经 就表示你比别人强 比别人炒跟比别人有力 不是啊 今天大家摆 比了这脑袋里面有多少邪问 你懂了多少网路 你懂了多少 新的东西 各位 我们今天台湾 大家可悲的 不是 一个时候叫 欠世三姐妹 的忌而已 我们今天看到了 很多人间是非 他的不公平 让人家觉得 今天台湾社会怎么会这样 很多朋友跟我讲 小总你在骂 他也听不进去啊 要是有更多你这样的人就好 老实讲 我有时候觉得无奈啊 今天的 新闻 面是很广阔的 杨一鸣大学有个教授 刚退休啊 这两天接套诈骗电话 我跟他讲 你的户头被人家占用了 他就相信 你要把户头的钱领出来 他就领了 领出来954万 退休金 都被领走了 他不听我节目啊 大学教授 没有基本的常识 如果你家里乡下 或者你天高皇帝眼的亲戚朋友 老爸老妈 你告诉他 订小董 订小董节目 有相关的诈骗 或新的一些知识 我在节目上都会讲啊 你不一定说 有没有什么意识形态 我讲的东西百分之百是真 我不讲假的新闻 从来就不讲假新闻啊 因为很多人要对付我 我很清楚啊 所以我讲新闻必然要真啊 那你听真的新闻 听真的新闻分析 你了解了什么事情 你不会被骗嘛 大学教授退休 知识不低啊 可是他对于这种 基本常识没有啊 954万的 钱被骗走 你怎么办 你今天把歹徒抓来 抓到了 然后怎么样 没有用啊 你知道你要赔我 对不起我钱已经交出去了 我被关啊 我宁愿被关 因为我没有钱啊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 年轻人20岁啊 18岁啊 是啊 我的车手 我把你钱骗走了 钱不在我这里啊 你最后还是自认倒霉 完全没办法你知道吗 各位朋友 你只能在提防 提防没有用 要听小董节目才有用啊 你碰到这些 你当然就不予理会啊 你如果觉得 他讲的很有可能 没关系 你就打165啊 各位朋友 其实台湾到处充满的凶险 没有错 但是我们社会上 也很多人在提醒你 我们也在做了很多 善意的一些归欠 但是 我们 可能个人能力有限啊 我们希望更扣大 更多人 各位朋友 疫苗 给我疫苗啊 拿疫苗来 给我疫苗给我枪 蔡政府做不到欸